周润发情况非常危险了 在病房写下遗嘱 家属都到医院跟周润发见面了 怕以后没有机会 很多明星出现在医院探望周润发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周润发 他是中国娱乐圈明星 出道40年以来红遍大江南北 赚得盆满钵满 好生羡慕 还和岳飞孙中山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 一起被写进教科书 成为了首位 被列入当代中学教科书的艺人 不禁令人哗然 周润发究竟有什么什么样的发家史呢 56亿捐出全部 身家为了慈善还是另有隐情 哈哈 有没有勾到大家对他的好奇心呢 永远在没有准备时 迎来人生转折 这是周润发曾经说过的 我就不卖关子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关于周润发的故事 1955年 在香港南亚岛北部出生 他的爸爸本是一名海员 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外加了 染上可怕的毒瘾 可想而知 周润发从小的经历很心酸 自己赚学费 卖水果蔬菜 去电子厂打工 放弃学业 进入社会 打工挣钱 什么挣钱干什么 也算是从小常变了人间疾苦 当时那个有名的洗车仔的故事 讲的就是周润发 大家还记得周润发买了六辆劳斯莱斯吗 这个事情也是有来由的 周润发在一家洗车行做洗车工 来了一辆劳斯莱斯 对于他来说 很好奇的就顺手去摸 最后被车主看见讽刺到 这辈子都买不起这个车 这件事情 深深地刺痛了周润发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在1973年 周润发人生发生了转折 无限训练班招生 他决定去试试 经历一系列挫折 幸运地留了下来 和任达华 林领东 以及吴梦达 成了同班同学 简直很好运哦 不久之后 他便得到了很珍贵的一次出演机会 就是80年代初期的那部上海滩 郑少秋历见周润发 本来上海滩是让郑少秋演的 但是郑少秋有别的档期 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哦 可想而知 当时的周润发人员有多好 越努力越幸运哦 迪龙 同样也是周润发人生道路的孔明灯 给出了很多建议 比如说多磨练演技 当时的周润发 每天跑好几个剧组 其余的时间就用来交际 所以成长空间受限制 迪龙语重心长地和他畅谈 人生的方向 在后来的访谈中 周润发讲到 他心存感激 对初出茅庐的后辈 迪龙则不吝相助 在后来 周润发的演技自成一派 真正的实力派高手 可以和成龙 周星驰笔间 周润发转战好莱坞 一直在努力学习了解和接受好莱坞的电影 足可见周润发对好莱坞的重视 十年拍了五部电影 陆陆续续接拍了安娜与国王 防弹武僧 七龙珠 加勒比海道三等多部电影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这是亘古不变的准则 赌神则成为了香港赌片系列的里程碑 周润发成为了香港电影中南辈超越的经典角色 梁家辉因参严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证而被台湾方面风杀 太可怕了 所以说电影出演也是有风险的 但是周润发是怎么帮助梁家辉解围呢 有一次去赴台湾文化局的饭局时 他带上了梁家辉 介绍说 这是我小弟 就是这样 成功地帮梁家辉解了风 逃离了困局 梁家辉和周润发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的故事 是他的另一个挚友 吴梦达 吴梦达却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 欠下了举债生活 吴梦达只好求助好友周润发 但是发哥并不是把钱直接给了他 而是帮吴梦达接戏 让吴梦达接下了男主角 不只还清了巨额的欠款 还得了最佳男配角的奖 吴梦达事后非常感谢周润发的真诚帮助 周润发与妻子陈慧连多年来的相知相守 此正式结婚之前 周润发曾与香港女星于安安有过一段婚 因 只持续了9个月 就因性格不合告终 1976年 与人连妹主演电影《池女》拍摄过程中 周润发与17岁的女演员于安安相识 但是并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绯闻而已 周润发的一中人另有其人 那么是谁呢 我也很期待 她就是狂潮的18岁女孩 米尔坚人 米尔凯恩 她是何许人 1978年 在郑少秋和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大亨》中 23岁的周润发与18岁的陈玉玲相识 好景不长 好可怕的娱乐圈 周润发在何于安安离婚后 心绯闻不断 郑玉玲 钟楚红甚至旧爱妙千人 几乎是当红的女明星 都要和周润发吵一吵 真的是人走茶凉 情感如纸薄 29岁的周润发和25岁的新加坡富商之女陈惠莲相识 一切忽然都变了 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 告别了过去的情感纠葛 陈惠莲出身富豪家庭 名校毕业 恋爱后 陈惠莲成为了周润发的经纪人 替她把观作品 陪伴她左右 1987年 他们在美国的教堂举行了婚礼 婚后第五年 发嫂怀孕了 胎儿因为绕颈不幸夭折 胎死腹中 从此以后 周润发做出了永远不要孩子的决定 我害怕再让她经历 这样的痛苦 不再要孩子 多么好的男人 可以这么无私 2018年 两人更是决定捐出56亿全部生家 周润发希望 回归生活 渴望成为的那个普通人 生活的真谛 就该有阴火气 哈哈 我喜欢周润发这么接地气 怒人偶遇周润发的样子 也很可爱 路人 偶遇周润发 就是这样的一位艺人 被写进了教科书 成为了首例 你们觉得周润发的演技人品怎么样 欢迎留言评论点赞 谢谢 谢谢 下一期 想聊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